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我是羅旺哲 民進黨的抗中寶台 是不是變成自打嘴巴 因為在昨天質詢的時候 國民黨立委就問到說 賴清德視察無人機 結果馬達是Made in China的 結果陳建人說 已經有國產的 叫大家不要大驚小怪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來看看這段畫面 現在已經做得出來了 做出來就為什麼要用Made in China 他是最早期測試他自己裝的 這個沒有什麼 因為這個是無人機國家 民進黨政府一直宣傳說 中國大陸的東西很可怕 有資安問題 未來就是兩岸一起發展軍事產業了 好不好 但是這個只是因為網路的話題 我跟妳問一下 而且現在台灣已經可以自己生產了 所以不要對這件事情 在那邊大驚小怪 所以你覺得 發現上面有MIC是大驚小怪 對啊 當然這廠商就自己講了 你把神聖的民主殿堂 你竟然說大家大驚小怪 這一個網紅的事 發現這件事情以後 很多的廠商不會再使用了 這兩個畫面讓大家看得很奇怪 明明你用的是Made in China 結果你怪立委說 不要搞網紅的情況 待會小心在那邊 我可以好好來問他一下 現在你被發現了 難道現在是繼續用嗎 現在PTT的鄉民就狂虛 怎麼說 他說你用的 中國就是有國安問題 實屬於賣台行為 這樣你還要跟我們抗中保台的 難不相信情何以堪 另外還有說民間不能用中國制 那政府就可以嗎 是不是坐實了綠能 你不能問這個沒意思 那巧欣他也調查說 這個查價之後發現 大陸網站賣是369塊美金 就是這個馬達的情況 那我們再繼續談到說 那過去坦白講 過去有發生類似的事件 當時中興店的勞動 還被判坐牢 還被沒收21億 他就是因為用中國的零件 來搞爛所謂的 雲爆假車的情況 當時還造成 雲爆假車的事故頻傳 結果當時他必須要坐牢 現在陳建仁說 大家不要大驚小怪 是不是有點奇怪的感覺 甚至連王世堅 這個惠奇他會嗆說 玉龍根本就是偽國產車 21世紀的木馬圖城記 他說玉龍竟然將大陸電動車零件 改裝成偽國產車 反攻大陸沒成 現在可能成為21世紀的 木馬圖城記 另外還包括像抗中寶台 常常在喊的王定宇 他之前說天弓飛彈 混到中國零件來組裝 小心內神通外軌 甚至還說這個滲透的嚴重性 裝高鐵可以輕鬆開關 難道你不擔心嗎 主要原因就是說 中國這零件跟晶片 可能有後台管理 他說資料會回傳 所以讓中共可以遠端遙控 隨意的開關遙控 對國安來說是重大的威脅 我們這邊也呼籲王定委員 趕快譴責一下陳建仁 因為陳建仁說 大家不要大驚小怪 所以現在民進黨 是不是也要來譴責陳建仁 因為我們看過去的情況 只要談到所謂的中國品牌 民進黨基本上都是跳腳的 看一個案例就好了 就是蘇貞昌 蘇貞昌在2022年的國慶 無人機表演 結果被國民黨提爆說 你這個無人機根本就是大陸制的 結果蘇貞昌當下怒嗆說 搞什麼東西 對 現在賴清德去看 所謂的無人機的國家隊 結果發現這個 馬達是Made in China 陳建仁說不要大驚小怪 我們就直接對比 是不是民進黨的抗中寶台神話 就變成大家不攻自破了 現在看起來隨著520的時間 越來越接近 賴清德跟蔡英文之間的 所謂的國安之間的交軍權 是不是也開始動作頻頻了 因為賴清德到了去視察之後 包括了像國防部長邱國正 還有像是這個 蔡英文的左右手黃崇彥 總統府府秘書長黃崇彥都出席 代表說政權交接進入了深水區 但問題回來了 國安的議題其實台灣水很深 因為前幾次他還記了 總統府憲兵 因為親身的關係 當時大家覺得這個東當中 有些疑雲 現在哨表曝光 戰惡邪惡 打臉卸子 憲子部 他連續佔了六哨 主要原因就是務所總統府的這些 維安的天下第一營 211營三聯的一名古姓上兵 在三月份的時候他親身了 但是問題是憲子部當時博士說不可能戰惡邪惡 連國防部長也說也沒有愉悅 所謂的戰惡邪惡規定 但問題是像真相一一曝光 金劍確實他是有戰惡邪惡 而且還經常戰惡邪惡 甚至在他親身的前一天 除了三班政哨之外 還有三班的附加哨打臉邱國正跟憲子部 所以國防部現在是不是要 真的要把話講清楚了 那現在憲子部他怎麼說 他說他們會審視來做些檢討動作 那他們其實他發新聞稿說 沒有否認 僅代表針對人力的調配 來做些檢視 可是問題回來 那憲子部之前都在說謊嗎 國防部長邱國正沒有掌握嗎 甚至賴清德積極佈局 所謂的交接軍權 那天下第一營的憾事 難道也是不聞不問嗎 我先請教巧欣 昨天在質詢陳建仁的時候 他講明不要大驚小怪 不要多管閒事 不要作秀 你覺得他講什麼道理 我覺得非常無奈 我們現在在國會質詢 其實這兩個議題我都很憤怒 因為都是我有在追蹤的主題 在賴清德去參訪 我們的AI創新的研發中心的時候 它上面的無人機的馬達 驅動馬達竟然是大陸製 而且查到可以看到369塊美金 在網路上面甚至可以去買 如果按照陳建仁說的 我們自己可以研發 為什麼不擺我們的東西 你要知道 同一個經委航太的負責人 他在當時蔡英文去參訪 也是無人機國家隊的時候 他們還說我們軍規廠商 現在做到百分之百 沒有中國零件大家拍拍手 這是2023年9月的時候 結果2024年3月去看 他後來說這個是土耳其的機器 所以上面會有Made in China 我們之後量產的不會有 不是 你為什麼不拿我們的展示機 要去拿土耳其的展示機 這就很奇怪 所以我覺得在國會殿堂裡面詢問 為什麼我們的軍備品會有MIC 而不是MIT 這是再正常不過的問題 而且我問得很細 我問說你覺得是大驚小怪 那是不是代表未來在展覽的時候 軍用品都可以有中國大陸製造 只有量產的時候才不行 行政院的態度是這樣嗎 請問這問題哪裡網紅了 就算你要講網紅 我覺得網紅錯在哪裡 我說他這樣講也有點 我不想要回答這問題 是因為我覺得如果說哪有怎麼樣 好像我又看不起網紅還怎麼樣 我覺得這重點不在於說 是不是網紅 在於這個問題本身 是不是行政院長很應該要回答的問題 他是 是不是牽涉到我們國防未來長遠的發展 他是嗎 是不是牽涉到準總統去視察 我們的應用中心 結果裡面擺的東西 根本不是我們的東西 他是一個虛假且錯誤的宣傳 是嗎 那陳建仁怎麼會回答不出來 就說人家大驚小怪 最後我要講一下 限職部211這個事情 事情一發生 我們就馬上質詢 馬上追蹤 國防部來我辦公室 說明很多次 他們提供給我的211贏的 平均的勤務時數表都正常 都占二卸六 當時我就不太相信 因為我們所理解到的真實情況 跟他們所提供給我們的資訊有落差 但包含邱國正部長都很堅持 就是有占二卸六 叫我們不要多加揣測 叫你不要多講 結果現在的頒表出來了 你真的就是有他的勤務 沒有占二卸六的情形 為什麼 到底中間是誰造假 誰說謊 這個事情要講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之後會請國防部來 我就是要看到211這一位憲兵 他的頒表到底實際上是長什麼樣子 因為最近太多國軍的自傷事件了 我相信每一個事件 都是不同的個案 你不能隨便的去歸因 可是我們是不是對每一個個案 都要足夠的用心 然後要找出原因跟真相 不能媒體報導 你就不接電話不回應 然後說別人造假 真的 我們希望看到真相 到底是什麼 是 鄭老師你怎麼看 我經常批評陳建仁 我覺得昨天 一定要針對這件事情 好好肯定他 而且我呼籲這個國民黨 一定要把昨天這個特殊事件 特殊事件 比如說做一些T恤 幹嘛 不要大驚小怪 這個太重要 變成金句就對了 是 我覺得他在國會殿堂 這麼認真的講的 這麼一個定性 而且說不要作秀 為什麼要把它鞏固下來 這個這麼好的戰果 第一個 那就表示怎麼樣 這個沒什麼 他行政院長 還是跟你定性說 這就沒事 不能大驚小怪 對不對 從此以後就免得很多 各種各樣怕擔驚受怕 第二個 他就在打臉以前什麼王世堅 王定宇 包括蘇貞昌 那些 那就表示他們過去是大驚小怪 到了極點 這些是藍的 藍的照說應該是比較親共 連藍的都表示說 怎麼可以用老公的 然後就不要大驚小怪 你都不認為 藍的 連藍的都關心 你都認為這不是大事 綠的不就是什麼 作秀 就是你講什麼作秀 所以我是覺得說 昨天這個東西太重要了 一定要把它鞏固下來 大家要知道 我們已經深受旗艾太久了 民進黨這些人 是兩道符咒 要台灣跟他吹路 這是一種 另外就是什麼 妖魔化中國 什麼事情 中國好像神通廣大 好像無孔不入 好像非常的厲害 可以控制到你的身上 每個細胞 你把中國 中共大陸 這樣過度的妖魔化 我認為 反映你們這些驕傲 才是妖魔 真的 你們如此的 在魔咒亂吹 妖魔化對方 把生活中很多 不應該有這麼多的緊張 刺激的氣氛 不應該製造這麼多的對立 都被你們搞起來 你們這種行為不是妖嗎 你們這行為不是魔嗎 王定宇 王世堅 你們這些傢伙不就是這樣子嗎 所以我是覺得說 昨天陳建仁這個事情 一定要正面看待 從此就把322 這個質詢 特別見證人在這裡 做他的那個樣子 然後講話的T恤 我要穿在身上 待在身上 以後他再講 就把這個舉出來 從此把他嘴巴就瘋了 這才能夠拓展我們真的 免於恐懼的很重要的自由 講到無人機 你真正問題要嚴重 你今天在國防上搞無人機 全世界都在搞 你們知道嗎 最厲害的是誰 老共 老共的無人機是全世界都知道 厲害到不得了 你敢面對嗎 你們在搞什麼東西 再進一步講 如果說我們擔心武器被控制 我們武器大部分都從哪裡來 你說你現在開發一個新的東西 裡面有中共零件 你就嚇得這樣 我們主要的武器 都是美國人來的 美國的控制力道 你們不知道嗎 美國那實在是真正控制 美國的控制你們都沒有感覺 包括我們的各種各樣的監測系統 包括武器裡面 如果你們擔心說 他可以怎麼樣這麼遙控 到時候 你不想打他打出去 你想打出去你打不出去 這才是你應該恐懼 結果他混淆的焦點 把不應該擴大把它這麼擴大 讓老百姓新增恐懼 這真的是人家認真質詢 還是鞏固昨天 五湯大小小小 沒什麼了不起 是 鞭香委員你怎麼看 如果未來遇到陳建人的話 會不會以其人之道 還治其人之聲 我昨天也領教過他的功力 我昨天是第一次 在院會遇到陳建人 因為之前有一些實安專報 抽錢沒有抽到 就是真的他 我覺得他就完全不是來 一個行政的官員來回答 我們立法委員的質詢 他就完全就是來跟你吵架 然後藉由製造混亂 然後把每個人的質詢直接拖過 然後就沒有他的事情這樣 撐時間 撐過去就好 他完全不會針對你的問題回答 或就是跟你打亂你的 質詢節奏而已 我覺得陳建人在昨天 我覺得他犯了一個 相當大的一個錯誤 什麼錯 他沒有搞清楚民進黨 他忘了一件事 民進黨的神主牌叫抗中保台 只要扯到中國的東西 絕對都是萬惡不勝 他昨天居然說出 這有什麼 這不值得大清小怪 你們不要大清小怪 對 民進黨就是一個 之前有兩個神主牌 一個核電 一個是抗中保台 那核電這個其實在賴清德的部分 其實已經有一點動搖了 抗中保台這個事件 你可以看得出來 包括你說施勒的問題 趙天麟 其他人沒有有事 其他人不會有事 但是為什麼趙天麟有事 因為就是扯到中國 只要扯到中國 在民進黨的體系內 你就是領農人 你今天已經是一個行政院長 所以我很擔心 我應該覺得賴清德上任之後 應該他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觀念不正確 應該是很快 沒有 我要給你調整一下 他昨天做一件非常正確的事情 他把過去民進黨的錯誤糾正過來 你這個要這樣講 他可以隔山打牛 打臉王定允 以後民進黨的低調就是 不要大驚小怪對不對 尤其像你說賴清德一定會比蔡英文 跟中國的對話度更高 因為蔡英文當入委會主委的時候 他還在指揮台說 我是中國人 賴清德很明確 在他立委當的時候就是說 他是一個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所以他這樣子的一個 政治不正確的觀念 我是認為他在這個很快的時間 他應該在民進黨的體系裡面 就沒有舞台了 OK 好 所以民進黨來講 政治不正確 對人民來講 絕對政治正確 是 好 接下來廣告回來繼續討論